师父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就是您说过啊 就是每位菩萨他成就路是不一样的吗 他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知道自己是从哪位菩萨那里来的 那是不是就等于就是找到了真是多的方向啊 不一定的 知道自己的根性 但是不好好修多得很的 很多人回不了天的 嗯 知道根性有什么用啊 很多人知道自己过去是菩萨 在人间反而吃喝玩乐 最后根本上不去了 是 好了 对 师父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 就是说他原来成就菩萨的时候 他如果说他知道他是从哪位菩萨那里来的 就是他应该在那些方面格外的努力 对啊 是这样吗 对啊 明白了师父 那那个有的人他是从护法菩萨那里来的 那护法跟这个红法他的侧重点都刻在哪里吗 护法和红法 很简单了 护法 很简单 因为本身他有使命的 他就是护法 嗯 啊 你说就像人的分工一样 嗯 啊 男人 女人分工不同 男人出去打工 女人在家里 操持家务 分工 对不对啊 你说谁对谁错啊 没有什么错的 菩萨 那么境界高了 护法就比菩萨境界低一点 就这么简单了 嗯 啊 那护法的话应该就是在我们的红法过程中应该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度人 护法护得好了就是菩萨 度人 放生 许愿 嗯 啊 别人看见别人诽谤 啊 也要 也要跟他做出解释 并不是跟他斗 要做出解释 对不对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不斗 哎呀 我不跟他讲 啊 其实这不叫维护 维护正法 正法当然要维护了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不讲 师父叫我们不要讲的 嗯 你不讲的话 你害别人会命了 很多人在造谣诽谤 不是害人家会命啊 你不跟人家解释 你本身就是在断人家会命 嗯 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人刚刚学心灵法门 对不对啊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来问你 他说哎呀 外面有人诽谤 你不跟他做解释 别管他 好了 这个人不学了 你说你有没有罪 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 师父 因为你自己得意了呀 明白吗 嗯 明白 师父 嗯 谢谢师父 我 谢谢大家